加上大众印象里一向豪爽性格的杨子确实会干的事 一时间让众多吃瓜群众纷纷表示失望 不过是一场误会而已 但随即张小涵爆出刘学义给杨子喂蛋糕 随后又自己吃了一口的视频和图片 加上之前两人都表示没有同吃一块蛋糕 一时间风平炸裂 无论是因为何种顾虑 撒谎的事实无法辩驳 人们不经猜测不会两人真有点什么吧 那为什么撒谎 有网友甚至翻出五月张雨昕的一条动态 晒自己的森林绿色头发 不经联想起来 难道张雨昕在和刘学义谈恋爱 隐晦表示自己被绿了 随着事情越闹越大 张雨昕也不得不出面回应 声明自己置顶动态并没有什么寓意 奉劝粉丝和吃瓜群众保持理智 对自己出言不逊的网友 希望适可而止 人言可畏 尤其是针对女子 哪怕你自己什么都没有错 风言风语传出去 大家都认为你有问题 杨子的豪爽和怨种属性点满 但有时候太豪爽 就变成了没有分寸感 杨子和刘学义十年好友 同吃一块蛋糕还是越界了 在普通人生活里面 这种行为已经属于亲密关系的表现 更何况聚光灯之下的娱乐圈 一点越界的行为 都有可能被无限放大 大家从小看着杨子长大 对他已经算是宽容的了 杨子唯一承认的男友秦俊杰 不是因为一碗胡辣汤 就从娱乐圈除名了 在两人分手之后 网传秦俊杰因为杨子异性缘太好 吃醋导致分手的 但具体原因 两人也从来没有谈及过 明星的价值来源于关注和流量 就意味你的一言一行 都处于聚光灯之下 接受大众的讨论和审判 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明星 可能仅仅因为没有给前辈行礼 就此结束生涯 小心无大错 希望杨子经历此次时间之后 能更注重对于异性距离感的把控 不要让流言飞鱼毁掉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事业 同时也希望网友能理智吃瓜 流言止于智者 恬不容易建立起 感谢观看